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筹备这个Katina以来 也忙了一段相当长的日子 前天结束了 昨天善后工作还有很多要做 其实到今天很多善后工作还没有做完呢 还要继续做 所以昨天做了也相当累 人间接到一个电话 一个女众打电话来 她说师父 我心中有一件事情解不开 很痛苦 很想来见师父 希望师父能够开解一下 可以吗 本来我的心是想着 对不起我今天很累 但是想起 人有苦恼 很痛苦 他正在寻求我们的协助 所以想到这一点 忽然间这个念头转变 告诉他说可以 你来 月他下午你来 下午他两点多的时候来 驾着一辆车 带着三个孩子 大的大概是十多岁 最小的大概是六七岁 他来呢 他也很坦诚 告诉师父呢 他的困境 他说 他的先生呢 很花心 外面有三个老婆 本来他不想要有孩子 但是现在有生育 四个月 他说 他已经约定这个医生了三点 去躲胎 去躲胎 他说他一直 害怕 觉得呢 是否可以这么做 所以不能够 解开这个解 来这里呢 寻求我们的意见 我跟他讲呢 你千万要注意 这个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 不是杀鸡 比撒鸡 是牵涉到杀人 落胎 是牵涉到杀人 不管你用什么理由来解说 但是你做了之后呢 肯定你会很后悔 而且将来越发现前的话呢 那也很可怕 我告诉他 千万不要这么做 还好你今天 在这之前你来 现在还有时间 阻止你 假如过了之后呢 那就很麻烦了 我告诉他 停止了 不要这么做 他说 他先生要他这么做 我说你先生要你这么做 是你先生的事情 但是你做了之后呢 最先受痛苦的 不是别人 是你自己 想想啊 假如昨天他做了 昨晚整个晚上 他肯定不能够睡觉 接着下去的日子呢 时时刻刻 这件事情会浮现在他的意识里面 甚至是一时日子也不能够忘记这件事情 我就曾经有遇过很多这样的例子 有一次我在鼓来 去办这个展览会 有一个妇女呢 看到我跪下来 问我这个问题 他说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他十多年了 他说他十多年前做了多态的这件事情 直到十多年后的今天呢 天天是年 天天是年 他说怎么办 我说事情已经做了没有办法 最主要是今后不要再做了 过去的事情做了 已经成为事实了 能够尽量行善呢 就在现在行善 然后把善严的回乡 对方假如能够接受 那非常好 不能够接受 你自己要接受这个果报 就好像昨天 那个女众 他跟我讲 我假如再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的话 以我目前呢 我这个经济能力 假如加多一个 他没有能力啊 他说他打算把他多掉 我说你要想好好 为什么你不这么想 你这辛苦多几个月 把他生下来 当你真的没有办法抚养的时候 你送给人家 你送给人家 不要卖 你卖了将来呢 也许你的孩子知道 你把他卖掉 他会恨你一辈子 你送出去 给那些需要领养的人呢 领养 千万不要去找我下这个杀业 这个杀业抓下去很可怕 你可以啊 辛苦多几个月把孩子生下来 然后呢 很多人会要孩子的 只要你肯送出去的话 那很多人都会愿意领养 假如你是完全没有拿人家的钱 把孩子送给人家养 人家也会想起 将来即使你想要去认为这个孩子 对方也许也能够接受 但是一旦你卖了之后呢 你将来要去认为这个孩子 你就很难了 另一样事情呢 就是我们自己的孩子 怎么忍心的来卖呢 对吗 真的你没有办法养的话呢 那生下来给人家养 将来孩子知道妈妈的困境 他也能够炎养你 不是你不要 那假如说你现在把它打掉 为了短暂的利益呢 把它打掉 你以为说 这样什么东西就解决了 他是不是 守卫很长很长 站在英国业力来讲 他守卫很长 后来他听了呢 他接受了 他说师父 我听你的话 我不要去医院了 他说对 你讲的对 怎样辛苦都把它生下来 然后再做打算 等他顶礼了后呢 他离开 我也觉得很幸运 那个想退却他的念头 升起的时候 另一个善的念头 告诉自己说 当人家有困难来找你的时候 怎样累呢 也应该解态 这个念头转变呢 救了一个人的生命 不 其实红包也不要拿 因为孩子呢 是自己的怎么应该啊 拿来买卖呢 对吗 所以作为妈妈的 连红纸他也不应该拿 对吗 对很危险 对自己本身也很危险 他说为什么他会害怕呢 因为他看到一个例子 他有一个朋友 也是在两年前多胎 但是在去年呢 生子宫流 子宫流 所以去割 他说他怕自己做了之后 也会附上这样的后尘 他说会不会 我说会不会不知道 但是肯定在内心里面呢 你永远也不能够平静 不能够安宁 因为每当你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很难受 那想想啊 假如在我们灵中的那一面 这一幕浮现起来 你去哪里 想想一下 到二道里面去 两个女一个男 可以说他是很幸运的 他昨天来这里 假如他去找别人的话 也许别人讲 赶快啦赶快来去啊 这样一个错误的抉择的话 那这一辈子呢 对于这件事情 他肯定会耿耿一怀 有时候睡到半夜 也会醒来冒了整身冷汗 所以谁先受苦 自己先受苦 不是他先生先受苦 所以他想想一下 他觉得对啊 他应该放弃这个念头 所以当他离开的时候呢 他很开朗 好 子父 我怎样辛苦呢 把他生下来 但是我希望 我也能够把他养大 我说你很辛苦之下 还能够把他养当是母爱的伟大 你想想呢 一个人呢 有时候啊 善与恶就在那一念之间 要杀一个人也在那一念之间 要救一个人也在那一念之间 所以讲这个心很可怕 假如我们没有接触到佛法 我们不知道因果的话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会做出不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这是相当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说 有两种法呢 假如我们具备呢 肯定我们不会躲到二道里面 肯定会往上升 是哪两种法呢 第一就是禅 第二就是亏 什么是禅呢 禅就是当我们要做一件坏的事 不道德的事情 不道德的事情 不缺德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感到很羞耻 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 第二呢 亏就是我们很害怕 恶的行为 会带给我们恶的果报 所以呢 昨天这个亏的法呢 在他心中升起 在他心中升起 使到呢 他没有造下这个业 他来找师父先谈谈 也因为这个惭愧的 这个愧的法呢 在他心中升起呢 使到他不会躲到这个二道里面去 所以很重要 人要听闻佛法 懂得佛法 假如他昨天已经去做了手术 再回来找师父 师父不会讲什么 师父只是静静 因为佛陀有告诉我们 任何话呢 即使是事实的话呢 讲出去没有办法带给他任何利益 那也不要讲 只有安慰他 去做应该做的责任 所以 讲一个人呢 有接触佛法跟没有接触佛法是不一样 医生呢 他不管你的 只要有钱赚了 他就跟你做了 而且现在社会道德呢 人已经接受 这个多胎啊 好像是应该的 杀一个孩子呢 好像杀一只蚂蚁 杀一只蚊子 那么简单 但是呢 站在英国的立场 他不是这么简单 这是牵涉到 夺取一个人的生命 所以 学佛跟不学佛 不同样就是在这里 希望大家牢牢记得 特别是现在年轻人 把这个例子呢 作为一个捷径 时时提醒我们 第三条界要守好 不协赢 不要乱搞这个性关系 这一点很重要 假如我们已经做了 那今后不要再重犯 尽量在今生里面呢 行善回向给对方 那对方能够接受 那非常好 那假如对方不能够接受 我们自己要接受 假如没有做呢 那很幸运 千万不要牵涉到这种行为 所以大家谨慎啊 不是讲给你们担忧 是讲给你们有智慧 因为我们在 做人的时候啊 我们要得到这个人生不容易 但是我们要失去这个人生 很容易 而且失去这个人生呢 我们通常都会多到 二道里面去 那更苦 做人都这么苦 更何况是做 出生做第一的众生 所以希望啊 大家牢牢记得 主要牢牢做 众山恭喜 净化我们的内心 克制我们的欲望 那才是最重要 明白哈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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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